这回玩大了 城管强行拔掉外卖小哥车钥匙 结果把对方逼几眼 一拳将他打趴在地 11月23日 有网友发布了一段视频 迅速引发全网热议 视频画面显示 一名身穿城管的男子 伸手去拔外卖小哥的车钥匙 很难 不知道 时间对于外卖小哥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不能按时送餐 不仅要被顾客投诉 还要被扣工资 一天就白干了 而他赖以生存的工具 就只有这一辆电动车 你把人家车钥匙给拔了 这不就等于把人家的饭碗给砸了吧 外卖小哥当场被逼几眼 挥起拳头朝着城管一顿唇 城管当时就被打趴在地 毫无还手之力 视频被发到网上后 引来大批网友围观 有网友表示 这回城管可算是吃了大亏了 单枪匹马就赶来拔人车钥匙 不料对方是个狠角色 一顿疯狂输出打的城管满地找牙 不少网友认为 城管有什么资格拔人家车钥匙 这属于抢劫 随着舆论越闹越大 很快当地警方就发布情况说明 城管人员与外卖小哥发生冲突 他们之前就有纠纷 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 据悉事发地在三峡广场商圈附近 有网友猜测 大概率是负责这个骗区的城管 不准外卖小哥的车子进入 乱停乱放导致矛盾升级 所幸证明城管没有还手 不然事态可能会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虽然打人是不对的 但网友的评论却出其一致的 全都对准了城管 可见城管在老百姓的心目中 到底有多不招待点 说到底还是城管执法太过冰冷导致 甚至还有不少城管暴力执法 像本视频中的这名城管人员 二话不说上去就要拔人家车钥匙 已经超出执法范围了 可能以前也经常这么干 只是没想到这次遇上狠人了 估计这名城管以后都不敢再去乱拔人家车钥匙了 不过这名外卖小哥脾气也确实火爆 一言不合就挥拳相向 幸亏没有出现严重后果 不然不仅工作没了 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么大家对此事又怎么看呢 你们觉得外卖小哥是故意伤害呢 还是正当防卫 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